好 问一下马先生啊 解放军为什么要一再的购买额制的这个战机 生产出新的轰炸机能够有什么用 要买别人的就是自己还造不出 造不出就可以卡你的脖子 各位注意15亿买的并不是飞机 只是图二事儿M3的生产线 这生产线卡你脖子是处处都可以卡 一个原材料可以卡 第二个发动机可以卡 就全都卖给你了 就是发动机不卖 或者发动机这个按数量卡着卖给你 所以你就不能是大批量的生产 想让你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 所以中国在买了这个生产线之后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仿造图二事儿M3 这样质量高的航空发动机 不让它卡脖子 但是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图二事儿M3 是整个中国空军战斗机 轰炸机 包括大型的预警机等等 还包括这个舰船的发动机都要进行突破 一旦突破这个瓶颈 中国的国防工业现代化就上了一个大台阶